大家好,我是舒玉芬,我的指导老师是简国通老师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利用硬离子交换数值分离自然水中溶解钛银物种的可能性 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针对银的物种去做分析 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利用硬离子交换数值来分离银的物种 在海水中,因为有大量的氯离子,所以银会和氯离子复合,主要以氯化银复合物存在 其他物种,还有有机银复合物和在缺氧带可能会形成的硫化银 在氮水中,银则可能以氯离子或有机银复合物存在 在缺氧带,同样的也可能会形成硫化银 而目前常用的银的预浓缩方法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有机溶剂萃取法和氯离子交换数值法 我结合了这两种方法的原理 利用有机溶剂萃取法中加入有机凹合剂APDC和DDDC 可以使银和凹合剂形成代附电的复合物 并且被可以滞留代附电的复合物的 氯离子交换数值滞留的特性 加上可以破坏物质间间接的紫外光消化 预期能够利用不同的前处理方法来分离银的物种 以海水样品来说 直接通过硬离子交换数值可以得到海水中带附电的氯化银 加入APDC和DDDC再通过数值可以得到氯化银复合物 加有机银复合物 两者的浓度差则代表的是有机银复合物的浓度 而经过消化后可以得到总银 扣除前者的结果即为硫化银 淡水样品则同理 预期若是不加APDC和DDDC则不会得到银 添加后可以得到银离子和有机银复合物 经过紫外光消化后得到总银 而将总银扣掉加入APDC和DDDC的结果后 为硫化银的浓度 因子结果的部分 首先来看海水和超纯水样品中 添加银的标准品后 加入和不加入APDC和DDDC的结果 在这张图中 每个BAR从左到右 依序表示海水样品加APDC和DDDC 海水样品 超纯水样品加APDC和DDDC 和超纯水四种不同的样品 Y9则表示各组样品的回收率 在海水样品中 有加凹合剂的表示回收到 氯化银和有机银复合物 没有加的则表示回收到氯化银 可以看到两者皆有约85%的回收率 表示海水样品在直接通过数值 也能够回收到大部分的银 也证实在海水中 银主要会以氯化银复合物存在 而在超纯水中 加入APDC和DDDC 能有约80%的回收率 为银离子和有机银复合物 而没有添加凹合剂 则无法回收到大部分的银 但因为一离子交换素质 还是有一点点自由量离子的能力 所以在不添加凹合剂时 也能有约17%的回收率 另一个部分是在海水和超纯水中 添加银和硫化物后形成硫化银 再照紫外光消化的结果 在这张图中 从左到右的每个把分别代表 照UV的海水 没照UV的海水 照UV的超纯水和没照UV的超纯水 Y轴同样表示回收率 在经过紫外光消化的样品中 因为紫外光能够将硫化银氧化成硫酸根和银离子 因此在照紫外光消化后的样品 比起没有经过消化的样品 能够有较高的回收率 但是在海水样品中 照紫外光的回收率约只有一半 推测可能是因为消化不完全而导致回收率不高 在没照紫外光的样品中 海水和超纯水都分别 还有约46%和81%的回收率 推测可能是在用6N的强酸 预浓缩的过程中 也能够萃取出部分的硫化银 但是没办法萃取出全部的银 尤其是在超纯水中 更无法看出有没有经过消化中的差异 因此在结论中 我认为此方法是可以分离自然水中的银物种的 但是未来还需要针对几点做加强 首先是提升回收率 确保能够回收到90%以上的银 其次是确认紫外光的消化效率 是否在海水中也能够回收到大部分的硫化银 最后是确认硝酸在浓缩过程中 是否也能够萃取出部分的硫化银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